大家好,今個月第二次專屬直播就決定在6月30日,今個月的最後一天去組 就讓最後加入Patreon的會員可以參與 10點鐘快問快答,記得要準備問題 另外加入Patreon的好處就是重溫今個月第一次的專屬直播講世界杯 好了,轉會評論最近就沒話停了 因為世界杯的緣故就搞到今季是早了開始 就搞到季前集訓又早了開始 變成球會又要再早些做轉會操作 讓新加盟球員可以參與季前集訓一定是好些 阿仙奴就很明白這個道理 沒多久之前我經意跟大家說了他們成功收購到發比奧偉拉的轉會評論 原來球探就經意觀察了這個球員一年 總監醫道和教練阿迪達一致都認為是要買他 另一個追逐了14個月一致都認為要買的 就是耶穌仔 剛剛都搞定了4500萬英鎊 當中有337萬英鎊是要分給彭美拉斯 即是耶穌在之前那間球會 這是第二次轉會分成 即是說曼城大概是拿到4100萬英鎊 多少少 而這個金額也是大概等於曼城剛剛收購菲利斯的錢 所以那些人都會說曼城是將阿仙奴的錢轉交給列斯聯 左手交右手 對於曼城來說是好事 阿仙奴也買到心頭號 而對於耶穌來說更好 除了22萬鎊周身 令到耶穌成為阿仙奴最高收入的球員之一 另外也終於被耶穌找到一支球隊 是讓他打正選 有助於參與世界的決賽週 至於可能你會問 4500萬英鎊來買一個只有一年合約的球員 會不會太貴呢? 其實情況就等於上一季 暑假曼聯買華拉尼一樣 都是只有一年的合約 價錢差不多 都是同樣來自一間不等錢花的球隊 分別是黃馬和曼城 所以他們就夠膽叫高一點 可惜華拉尼來到曼聯不停受傷 所以我經常說曼聯買貴了 不過耶穌年輕一點還好一點 況且前鋒一向貴一點 加上知名記者羅美路也說 是有六間球隊一起爭耶穌 其中一間很可能是熱刺 同時縮敵 還要是主要競爭對手爭前四 變了買貴一點都沒辦法 雖然耶穌同樣都容易受傷 不過幸好耶穌找到一間 和曼城風格差不多的球會來踢 主要玩回控球再卻 都能夠保護身體 你說如果踢熱刺的話 就真的容易受傷 耶穌的技術不錯 腳步靈活 做支點意識相當好 完全彌補到阿仙奴上一季的弱點 當然大家都會擔心耶穌龍門前面的把握力 每次耶穌進不了球 萬成球迷都會很掛念阿古路 不過耶穌在禁區裡捕捉空間的意識 都比奧巴美耶和拿卡錫迪好 他始終都是英超女投 禁區裡面入球的記錄保持者利 暫時在英超裡面入過的58球 全部都是在禁區裡面入 這個記錄緊隨其後的 就是卡希爾和小豆香蘭迪斯 當然如果買個高大一點 對抗性又好一點 同樣做到支點 亦都入球的前鋒 那就最好了 但是就貴很多 你說的可能是夏蘭特這些人 而阿仙奴暫時還是沒有歐聯踢 都未必吸引到這個級數的球員 所以現階段買耶穌都不算差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買不到耶穌的話 是買摩拉達的 傳媒是有這樣報道過的 那你說怕不怕 摩拉達是高大一點 球槌是好一點 但是同樣都沒有什麼對抗性 做支點和把握力還要差幾條街 所以買耶穌OK的了 尤其是風格對 不過我也要提醒阿迪達 要是小心一點用耶穌 這個球員始終不太適合打大戰 可能你會說 耶穌上一季季尾幫曼城打過幾場大戰有波入 為什麼會說不適合打大戰呢 答案就是曼城始終是一支特殊的球隊 曼城打大戰是可以打4231 或者4123 這些其他球都用來打大戰是屬於自殺的結構 曼城用這些就不自殺 其他用這些就自殺 因為曼城就算打大戰 他們都可以控制到大局 他們都可以踢到控球作的風格 那就是適合耶穌去打大戰 但是其他的球隊打大戰 就容易受到對方全場壓迫 而是不能夠長期控球再腳 穩定控球再腳 阿仙奴依然未達到曼城的級別 阿仙奴打大戰可能都要快打快 那變成都是不適合耶穌打 尤其是耶穌打太多大戰的話 都是增加了受傷風險 要記住耶穌在曼城不是必然正選 所以現在來到阿仙奴打正選 再打大戰就真的怕耶穌太多受傷 所以打大戰用剛剛續約的14號仔尼基迪亞會好些 好啦,那講完耶穌的轉會評論之後 或者大家更加有興趣想知道的就是 究竟阿仙奴還會不會買下去呢? 還有沒有需要買下去呢? 還是不是也有錢買下去呢? 喂,還有錢買下去啊? 當自己接下來這一季有歐聯打 這樣買人法下去這麼厲害? 我可以告訴大家其實上一季阿仙奴都沒有歐聯打的 但是高安基都是用了很多錢來買人 例如買到賓韋志、富安健陽、布迪加特、藍斯達爾等等 一共是用了1.4億磅 上一季的支出就是全英超最多的1.4億磅 而且不要忘記啊,去到冬季轉會槍的時候 他們還預留了一筆錢來買華河域 只不過是買不到而已 如果要爭贏祖倫達斯買華河域的話 大概要用到7000萬英鎊 如今阿仙奴在今個暑假買的發表位 加上耶穌的金額就是7500萬英鎊 也就是說阿仙奴到現時為止 只不過還在用對上一個冬季轉會槍的預算 即是說今個暑假的預算 可能還是有錢給他們用的 上年的總額1.4億 如果同樣都是今年有1.4億的話 那現在只不過是用了7500萬 所以如果今個暑假總會槍一樣有1.4億 那即是還有6500萬英鎊可以讓他們用下去 真的可以買下去 阿仙奴很清楚 熱刺就是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 欠英超第四位 熱刺這個轉會槍算是積極的 所以阿仙奴都不甘怠慢 如果這個熱刺接下來再有動作的話 我相信阿仙奴會再加碼 就算熱刺停下來 但如果萬聯突然之間買到人 甚至買到敵裝加安東尼2個這麼多 我同樣相信阿仙奴會加碼 況且為了遷就世界盃 搞到今季的賽程極度頻密 球員容易些累,容易些受傷 買多些人回來去輪換 都是對的,尤其是強隊 所以如果再買的話 就真的要多謝高安基近期的野心 當然說到這裡 大家都要再想多一件事 到底應該是買泰利文斯還是拉菲爾 阿仙奴最有興趣的那兩個 就是這兩個 但似乎是不能夠兩者兼得 很多球隊都想要拉菲爾 列斯聯也剛剛放了菲利普斯給曼城 列斯聯就不是說好等錢花了 所以拉菲爾的價格呢 就叫到6000萬英鎊或以上 變成買拉菲爾就很可能用了阿仙奴 現在見到如下落來的預算 那就變成不夠錢再買泰利文斯 那就是不能夠兩者兼得了 要選一個來買 那應該買誰好些呢 或者應該是優先買誰先呢 等到真的再賣到球員出去 拿到錢回來再買另一個呢 那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開始想了 如果買拉菲爾的話 對於阿仙奴邊線進攻火力有幾大幫助先 同樣道理 如果買泰利文斯的話 對於阿仙奴中場的組織有幾大幫助先 哪一邊的幫助大些先 那我相信當我問了大家這兩條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立即得到答案了 那阿仙奴兩邊 經意有沙卡和馬天尼尼 是阿仙奴全季表現得最好 那五個球員當中的其中兩個 其他那三個呢 就是奧迪加特 傅安健壤和龍門鞍 那再買拉菲爾的話 那邊線那邊可能也會提升進攻火力 但是提升幅度不大 本身那兩個都不錯 而且可能還要想想 如何放走多餘樂樂的N比比 那加上拉菲爾還要這麼貴 如果計算的話,就真的不夠買泰利文斯那麼好 泰利文斯一年合約得平很多,大概是3000萬英鎊 而且一買泰利文斯,阿仙奴的中場組織力就全都提升了 最少提升了檔次 泰利文斯又可以派牌,又可以插上去 尤其是在後防線前面幫手插過半場的時候,他相當活躍 轉身靈活技術好 這方面,湯瑪士和夏卡都沒有 你買他的話,就買到阿仙奴現在沒有的能力 所以雖然之前我曾經說過,應該先買進攻中場再買泰利文斯 即是先給夏卡打回防守中場,有利於阿迪特倫先 但是你既然現在都買到韋拉,就可以買泰利文斯 程序就是這樣,泰利文斯和法比奧韋拉 就可以搶打偏左中場的位置 而史密夫路維就變成可以跟馬天尼尼搶打左邊進攻點的位置 邊線進攻點同樣都會很救人 亦提供到時間給M比比繼續嘗試進步 加上我依然希望阿仙奴再買多個人 不是拉菲爾,是另一個人 如果買泰利文斯的話,都可以買我所說的這個人 究竟是哪一個人呢? 這裡就留待Patreon繼續回答大家,是片尾彩蛋繼續說下去 記得多點Like,多點Like 我的影片才被推送,Channel才登場,多謝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包括預測及其他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你可以安裝一個拍著照片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是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拜拜! 拜拜!